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 是 虫 虫这个字啊 它是一个相信词 教科门里面呢 它是取向 是什么呢 是一条蛇 它其中有一个写法呢 它就是写的这样 这个头是一个三角形的 这个常常叫神奇 有尾巴 就是画的一条蛇 而这三角形的头 是一条有多的蛇 像那个多会蛇 五不蛇 教科门里面 虽然那写法是斗中斗压的 它都是画的一条蛇 蛇就是虫 我们今天还说的这个蛇 长虫 古诗要把很多动物都成为虫 比如说把老虎成为大虫 麻成为龙虫 在经文里面 有的还把这两个眼睛都画出的 这个字从教科门到经文 变化不大 小章它是一种写法 当然隶属于是一种写法 铁树它是由绿素领编过来的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虫 影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科门里面 画了画去都是一个虫的样子 这个就是感觉我们是看到的那种写法 头是个三角形的 这是一款写法 还有一个写法它写是这样 这是一个 底下的两款写的比较简洁一些 写的这样 这是蛇的头 这个神奇 弯弯弯弯弯的 还有一款写的是更简洁一些 写的这样 这样一个虫 因为虫本身就是各式各样的 在经文里面呢 它第一款写的一个快米 写的这样一个 底下呢 写的这样 尾巴卷起来的 这是商朝时期的一款写法 这个时候中期呢 它写的这样 它把这个 两个眼镜它都写出来了 到粘锅时期呢 这个字呢 得写的 更像一样 写的这样 这是粘锅时期的这种写法 写的这样一个 这个字 到小专的时期呢 它就写了一个 超绿拐弯的一个符号 在小专里面 把个虫 就写的这样一个字 好像一条球银一样的 绿树里面呢 它基本上写的这样 绿树的这样的一种写法 开树里面就写的这样 写的这样一个写法 写的这样一个写法 开树里面就写的这样 三个虫 而且有的上面还夹了一片 它写的这样子 三个虫 和字简化以后呢 都用了这个字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虫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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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